如今越来越多的新西兰的奶粉生产商看好中国婴儿奶粉市场纷纷向中国进行出口 为了控制相关的无序的现象 新西兰政府也对新西兰婴儿奶粉出口到中国采取了相关的管制措施 针对中国媒体近期曝光的新西兰贴牌奶粉现象 新西兰政府决定出手整顿 新西兰初期产业部宣布 从6月20号起所有在新西兰生产并出口到中国的婴幼儿奶粉品牌 需要在该部登记注册 新西兰婴幼儿配方奶粉在本国超市的平均售价在每罐25纽币左右 而出口到中国的新西兰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售价每罐则高达70纽币 由于长期以来新西兰初级产业部只负责规范奶粉生产企业 而不对品牌实行监管 造成的新西兰相关部门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新西兰品牌奶粉在中国销售的窘境 新西兰婴幼儿营养理事会的会长Jan Kelly认为 一些企业看中了中国的商机 但只过牟利却缺乏完整的供应链 这些企业会威胁到新西兰作为高质量婴幼儿配方奶粉生产国的声誉 这些企业ado是自己的参与 企业里卢罗老师 谢谢观看